记者韩琼报道 我们再来看两条国际方面的消息 伊朗伊斯兰议会昨天举行针对内政部长库尔丹的弹劾听证会 结果多数议员投票支持解除他的部长职务 这决定对库尔丹的政治盟友总统埃哈迈迪内贾德而言无疑是个打击 作为库尔丹的政治盟友 总统埃哈迈迪内贾德拒绝出席当天的弹劾听证会 根据表决结果 在出席听证会的247名议员中 有188人投票支持 仅45人反对 14人弃权 还有议员在发言中嘲笑内贾德 竟然会任用一名不诚实的内政部长 库尔丹一直声称自己拥有牛津大学 驻德黑兰代表机构授予的学位 但是当他的内政部长提名提交议会后 他的学历立即遭到了质疑 牛津大学也否认曾通过代理机构授予库尔丹任何学位 依照伊朗法律使用假文聘谋求公职可处监禁 伊朗媒体披露 库尔丹的假文聘上甚至还有拼写和语法错误 库尔丹是伊朗总统内贾德的政治盟友 就任内政部长仅90天 他也是内贾德21名幕僚中第10位被弹劾的部长 根据伊朗宪法 议会有权对内贾德政府进行信任投票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